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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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铸造者叫东 是家族的长子 因此这批出族的青铜器也被称为伯东器 在这些器物中最有名的一件就是东轨 东轨的造型在商周青铜器中是十分罕见的 东轨通高21厘米 口径22厘米 顶盖和气身曾被装饰有两对花冠凤鸟 两两对峙 凤鸟花冠上的长鱼更有质地飘垂在胸前尾后 显得十分滑顾 东轨双耳的造型是一对昂首树冠的凤鸟 灵巧活泼的姿态是原本严肃的青铜轨 有了一种特别的身材 东轨文是繁复而不是和谐 鲜活而不是稳重 是一件珍贵的艺术精品 打开盖子 东轨的内底和盖内对称著有11行134字名文 如今每逢重大事件往往都会使用影像技术 将当时的场景留存下来 但是在三千多年前还没有很好的介质来进行记录和传播 当时的人们只能够将一些重大的事件记录在青铜器上 而这些青铜器相对异于保存 也使得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带有名文的青铜器 来了解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东轨的名文就记载了西周时期一次军事战争的始末 东轨的内底和盖内对称著有11行134字名文 虽然只有134个字 却把三千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始末记录得清清楚楚 可以说是一份三千多年前的军事报告 西周成康时期 周朝以武力控制了怀疑 护使怀疑各国向周王朝缴纳布国共赴 提供劳动力 但是怀疑各国不愿忍受周王朝的压迫 不断进行反抗 东轨名文中所记载的便是其中的一次战争 当时周王派大将东出击 两军在夜这个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夜县短兵相见 最后西周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东认为这次的胜利应该归功于他的母亲 所以他铸造了这件东轨来告慰他的母亲 荣以侵犯我王的疆土 我与王的勇士们一起在御陵追击 感谢仙母的护友 我们大获全胜 这次出击斩杀了一百个敌人 俘获两人 交货兵器盾 矛 甲等 共一百三十五剑 救回了被敌人掳走的一百一十四人 我在战斗中没有负伤 感谢仙母对我的护友 那么 这个率军作战的东 究竟是什么人呢 传世的关于东家族的器物较多 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有八件 这些器物的明文所记载的内容 基本上也与西州和环裔之间的战争有关 这些器物和明文 对研究西州历史 地理等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代表周王室征讨欢意的东 必然是当时很有身份的贵族 专家经研究认为 东很可能是西州时期陆国的国君 为周王室效忠 参加了征乏怀意的战争 有专家分析认为 商周时期铸造青铜器所使用的铜矿 主要来自于湖北同路山一带 这里距离周王室所在的中原腹地 有一千多公里 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 即便是将冶炼好的铜饼运到中原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此铜在西州时期 是一般老百姓用不起的稀有物资 能够制作和使用青铜器 也是身份的象征 作为王宫贵族们的专利 这些住在青铜器上的明文中 自然记载着王宫贵族们的大事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珍贵的记载 了解西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东轨这份军事报告中 从兵器到铠甲 头盔 这些装备在明文中都有记载 通过这些明文 我们可以了解西州的军事状况 当时的武器和战争中的保护设施 东轨造型独特 装饰华丽 明文叙事详尽 不仅是西州时期一件书法精品 也是目前发现青铜鬼当中 明文最长的一个 他生动的再现了 发生在三千多年前的那场 不见实在的战争 东轨无论是造型文士 还是明文都极具文物价值 是研究西州时期 社会军事等方面 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爱点样式综艺 参与实施互动 您可以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它是三千多年前 周朝人亲手书写的历史 将第一手的史料 成立到金人的面前 它是最厚重的档案 二百八十四字的名文 记录了一个家族的荣耀 展现了一个王朝的兴起 它被学者誉为 青铜史书 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